球员站在打击区练习挥棒 利用一旁的手机同步记录打击过程 就能利用内建的运动感测系统 即刻分析挥棒角度和打击出速等 击球数据 对于改善球员基本动作与提升训练效果 非常有帮助 可以了解我自己能够打多远 就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国小的 然后送的几率就很高 在科技的使用上面 而把那个凸法链钢的部分去掉 让它向更有效的向上提升 所以对台东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挥别凸法链钢的训练模式 台东活跃哨棒队导入工研院 不助开发的运动感测系统 透过收集个人化数据 能够精准为球员制定打击改善方针 另外还有科技棒球九宫格 借由牛棚上方两套影像辨识系统 进入投手投球轨迹与进球点 全方位提升球队训练效率 工研院以红业国小作为示范点 未来这两套系统将提供台东线内 棒球队使用 借由这个科技跟运动结合在一起 是不是能够将我们这个运动的一些技能 可以再度更高的提升 那也能够借由运动科技的一个推动 来普及我们国民运动的这个风气 除了训练球员 另外公园医院也开发VR历史赛事体验系统 以虚拟实境重现当年红业哨棒队 击败日本关西哨棒的经典赛事 让使用者能深入其境 热血挥棒 而这套系统预计将放在红业果 绿能温泉区供游客体验 派引运动科技结合数位观光 增加地方旅游亮点 原始新闻 日盾台东严平 采访报道